上集说到,几个老六准备五排开黑打排位 红毛充满被神秘黑影一套 连边外加猛虎哭时 至今生死不明,破坏规则的人都一一消失 此时,我在床下的绿毛 发出了一声杀猪般的惨叫 我们大气都不敢出地躺在各自的床上 我一点睡意都没有 正在为床下的绿毛伤心难过 突然我感觉有什么东西 从我的床底下钻了出来 我大吃一惊,难道是绿毛吗 它不是已经被嘎掉了吗 我慢慢地扭过头去 发现那黑影从我床底下爬出来之后 就在宿舍里四处游荡 而且动作无比地僵硬 还伴随着阵阵的嘀吼声 不知道它在寻找什么 小七,小七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这时上部的同学声音颤抖地问我 别说话 我赶紧示意它不要说话 这时那黑影 想听到了什么动静 慢慢地就走到了我的床前 小七看看屏幕前那些看视频 不点赞关注订阅的人 此时背下的瑟瑟发抖 大气都不敢出 只见那黑影慢慢地弯下腰 对着我的床 好像在探着什么 我差点快被吓尿了 只能慢慢地往被子里缩去 咬紧牙关 不敢发出任何动静 过了一会 黑影慢慢地直起了腰 正当我以为他要离开的时候 他居然慢慢地爬上了楼梯 我在心里默默祈祷着 希望上部看视频 不点赞的同学千万要挺住 这时我发现 隔壁的床上的两个同学的被子 也在抖动 看来他们也发现了黑影 这是什么 突然上部的兄弟 发出了一声惊恐的大叫 与此同时 灯也亮了起来 我连忙一个鲤鱼翻身 下了床往上铺看去 只见刚才的黑影 已经消失不见了 只剩下上部的同学 在瑟瑟发抖 同学们快点下来 其他同学听见我的叫声 连忙连滚带爬地下了床 只剩下上部被吓傻的小宝 小宝你快点下来 我不要 躲在被窝里才是最安全的 我刚准备上去 把他强行拉下来 这时我发现 他的被子停止了抖动 小宝你怎么了 没有人回应 我撞着胆子爬上楼梯 一把拉开了他的被子 只见小宝一脸呆滞的 躺在了床上 怎么叫他都没反应 笑起 笑抱刀地怎么了 我也不知道 应该是因为 他没有下床的原因吧 同学们听完 胆子小的 已经坐在地上开始大哭 胆子稍微大一点的 也在瑟瑟发抖 速冠查请 快点开门 就在这时 门外传来了一个男人的声音 坐在地上哭的同学 立马就像看到救星一样 大哭着就要去开门 我连忙抢先一步 拦在了门前对他说 你难道忘了规则里说过的吗 不能和外面敲门的人 有任何的交流 快点开门 你们在里面干什么 再不开门的话 集体扣学分 我不管 我要离开这个地方 那同学显然已经崩溃了 大哭着向我冲来 关注订阅小七不迷路 下集更精彩 下集更精彩 软肉 只有八百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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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net 无论 没